一年一度的羽球盛世 男子團體賽湯姆斯杯 現在正如火如荼的在泰國曼谷舉行 來自世界各地的羽球好手齊聚一堂 今天Spicy Boys 整理出了本屆湯姆斯杯的羽球十一帥 馬上來看看 首先打頭正的是去年跌破眾人眼鏡 拿下試錦賽冠軍來自新加坡的洛健佑 他和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塞隆一起訓練之後 實力大鼓要盡 現在他在場上流暢的動作 驚人的跳躍力與擊球的爆發力 都造成其他選手很大的威脅 現在世界排名第10的他 絕對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你不能相信 他在場上流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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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一對親兄弟 哥哥Thomas Jr. Popov 和弟弟Kristop Popov 他們是法國國內一線的羽球選手 他們除了各自打單打的比賽之外 也一起打雙打 對所有粉絲們在祝福新年 我們祝福新年快樂 祝福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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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這兩位不是兄弟 但長得很像 球風也很像 來自台灣的王子維 現在世界排名第15 最高的排名曾經來到世界第9 來自英國的Johnny Torussen 現在的排名則是203名 兩人的排名有落差 要面對的問題也各有不同 但是體力不好 似乎是兩個人共同的難題 來自德國的肖盛傑 是今年與球迷在看比賽時 絕對會發現的寶藏男孩 他的世界排名目前在205名 所以想要在國際頂級賽事上 看見他的身影仍然有點困難 但是由於湯姆斯杯的賽制規定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可以認識他 所以大家不要輕易錯過他哦 身為目前唯一一位 三屆世青賽的男單冠軍選手 來自泰國的Vita桑 轉入成人賽後表現也越來越好 可以看得出來他為了能夠 對抗高強度的比賽 努力增重了不少 他已經在3月份的德國羽球 公開賽拿下冠軍 他今年的表現值得期待 來自印度的Sam今年才20歲 世界排名已經來到第9 他在今年國際賽的表現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拿到了一個冠軍和兩個亞軍 好 算你狠 特別是在20歐 goodbye吧 來自丹麥的安東森 世界排名第三 是本次介紹的選手中 世界排名最高的 他的髮型的多變程度 我想也是最多的 他也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常常會訪問一些其他的選手 想看球員間私底下的互動 或是一些比賽的幕後Vlog 可以追蹤他的頻道哦 世界排名第6 來自馬來西亞的李子佳 被大馬球迷視為傳奇球星 李宗偉的接班人 但也許正是因為如此 令他感到莫大的壓力 他的成績大起大落 他在年初決定退出國家隊 引起一陣風波 他甚至可能會被大馬雨鞋競賽兩年 好在風波順利平息 他也在剛結束不久的亞錦賽 為馬來西亞拿下一座冠軍 最後一位是來自印尼的Christy 提到他絕對不能忘記 他在2018年 贏得亞加達亞運冠軍後的這一拖 他的運動表現在過去兩年陷入低潮 直到今年 他才破茧而出 宛若新生 他在今年已經拿下了一貫良雅的好成績 歡迎回來 Christy 當然啦 相信很多球迷都希望他能夠再多贏一點大賽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看見他脫衣服了 你最喜歡哪一位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謝謝你的收看 下支影片再見